走道上的機車停了一整排 靠近柱子的這輛 車尾突然起火燃燒 火勢越來越大 還燒到旁邊的機車 住在樓上出租到房的學生 衝下樓逃生 消防隊員趕快把水線拉進來 射水滅火 火警發生在台中逢甲商圈西安街 3號凌晨1點多 五層樓建築的出租套房 一樓停放的機車突然燒了起來 消防隊員花了20分鐘 將火勢撲滅 35間的套房 總共疏散了12個人 這位22歲男大生 因為吸到農煙 造成氣喘發作 農煙來得又快又猛 這位男大生口罩里里外外 都熏黑了 這輛警靠牆壁的機車燒到只剩骨架 情況最為嚴重 其他還有五輛機車 也有程度不同的燒毀情況 有住戶認為套房出入複雜 懷疑有被縱火的可能 從回案發現場機車停放處的上方是遮雨棚 再往上看就是套房的窗戶 管理員說火警發生前的三個小時 沒有可疑人車進出 如果有人丟煙地下來的話 的確有可能發生火災 都沒有 這時候會不會有煙地在那邊悶著 不知道 有人懷疑縱火 有人認為或許是煙地引發火災 消防隊不排除任何可能 現在目前火掉在調查中 出租套房只有這個樓梯一個出入口 還好火災發生的時候 沒有影響到逃生的動線 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華視新聞 林清風 弘年輝 謝憲忠